其實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輔大的體育系學生呢 他破了一個紀錄 它是420公分 好不好 至今已經有5年 都沒有被人家打破了 好不好 而且聽說破這個紀錄 就可以帶免費的 10片雞排回去 好不好 今天我就是要帶10片雞排回去 慰勞一下我們的那個 公司的員工們 OK 這間雞排店的特色 是堪稱可以拉絲的 爆漿起司雞排 究竟阿鳩是否能挑戰成功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口味呢 它是檸檬梅子口味的 那其實呢 為什麼我會點這個口味呢 一方面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本身吃炸的東西 比較容易覺得感到膩 而且它裡面其實我加了 我最愛吃的起司 所以我其實加這個檸檬跟梅子的作用呢 就是要來簡易用的 讓我可以就是吃得開心一點 好不好 我發現這邊有一個洞 有一個東西在蠢蠢欲動的 有沒有 是起司 這對起司愛好者來說 根本就是天堂 為什麼 尤其是我這種人 肉食主義者加起司主義者 好不好 我基本上吃什麼東西 我都會加起司 尤其是我之前學生時期 我在披薩店打工過 我連炒飯我上面都要加一層起司 拿進去烤箱烤 OK 這對我來說真的是天堂好不好 這間位在新莊府大捷運站的雞排店 有超過二十種左右的口味可以選擇 裡面包著囂張的拉斯起司 現在阿周 就要來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雞排起司大對決 我們現在請到雞排正妹來教我們 怎麼玩這個遊戲 首先呢 我們前面會有肉的部分 那我們先把肉咬開 然後中間這邊會有起司 那我們咬一公分就好 小小的一公分 所以它的起司 是包裹在肉的下面一點點這樣 對… 所以上面要先吃掉 對 好,OK… 所以玩這個遊戲之前要先吃雞排 OK… 那我們先把它吃掉好不好 第一回合 雞排正妹先拉 預備 開始 這感覺就快斷了嘛 對不對 你看 你一直邊抖邊拉… 要斷了… 你看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覺得就到這裡了好不好 你知道等一下是有處罰的嗎 不要抖… 所以是速度一定要這麼慢嗎 對,你點頭搖頭 因為這樣就會斷掉 好… 好… 好,不要動… 不要動… OK… 到這裡吧 大概到這裡 雞排正妹的成績是… 64公分 也是不錯了啦 對不對 其實我看你剛剛那個… 唇彩也都掉了 代表你其實滿賣力在比賽的 你看來你是多害怕 接受懲罰的好不好 其實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輔大的體育系學生呢 他破了一個紀錄 他是420公分 好不好 至今已經有五年 都沒有被人家打破了 好不好 而且聽說破這個紀錄 就可以帶免費的 食片雞排回去 好不好 今天我就是要帶食片雞排回去 慰繞一下我們的那個… 公司的員工們 OK 來,預備 好 OK 快… 差點差點 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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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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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誇張 閉了 閉了 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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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舅 你知道這個遊戲是有懲罰的嗎 來人啊 行責開始 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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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啊 好啦 真男人不怕痛好不好 那這種東西是小 給我 Oh man 好可憐 很麻煩 找死 好可憐 好可憐 十下了 只有十公分的真男人就在這裡 好不好 這個遊戲好玩之餘呢 如果你是喜歡吃雞排的愛好者的話 你不妨來這裡挑戰一下 420公分這個紀錄好不好 或許 你就是下一個帶走十片雞排的 贏家 OK